这就有员工说了 他叫Sing 他说你是怎么对待怀孕的员工的 我们公司文化有过变化 第一个五年的时候 我们的管理者们真的面试出火眼睛 可能竟是女性管理者 竟是丁克 他们那时候刚三十二三 打算不要孩子的 他们面试人还跟我当成绩讲 一看这个人结了婚 二十六七的二十七八 要怀孕的样我就不用 一到我这儿 刚工作半年怀孕了 我这儿工作掉了链子 还得找别人补 然后他还有服务器 给好多的服务器待遇 现在我们营造的文化 如果一个女人不怀孕 倒反而有点奇怪 而且我发现那些丁克 熬到三十八终于熬不住 现在当了高级总监的 也在纷纷的怀孕 都要怀孕 还是有一些公司抱着这偏见的 如果你说你会要怀孕的 他真的就不录用你 所以这样的女孩 我其实真提醒他们 问你有怀孕的打算吗 你就说现在还没有 你就说没有 对不对 然后不小心怀孕了 你说这是意外 对吧 但是跟你的上司说意外的时候 一定带盒巧克力 说分享我的喜悦吧 让你的上司阴暗心理 说不出口 你也来尝尝我的甜蜜 哎 哈哈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